欢迎回到美联系讨班 知名运动器材业务主管的邱亮华 向往退休后的田园生活 他原本以为种巴勒是最好的农业入门 没想到无独巴勒却遇到了一连串的病虫害问题 他该如何克服 又是如何种出市场少见的水蜜巴勒呢 你快来了解 退休后回归田园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原本是业务主管的邱亮华 早在还没退休前就已经规划好未来的退休生活 会选择种巴勒是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觉得巴勒应该很好种植 那因为不是专业农夫 当然我就挑最好种植的东西 那结果种下去才发现巴勒很忙 工作很多 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吃巴勒 所以说就选择了种巴勒这个物种这样 巴勒看起来很好种 但真正种下去之后 邱亮华才发现困难重重 想象跟现实的差距很大 尤其面临各种病虫害问题时 刚开始的时候说真的我完全束手无策了 那因为它毕竟巴勒很好吃 人喜欢吃 那相对的昆虫也喜欢吃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昆虫对我来讲 我真的举双手投降 那慢慢的我去那个上课 那上课之后 当然老师就会教怎么去防治 怎么样去让昆虫的数量压低这样 那我目前大概常用的 因为我是用无毒栽种的方式 那所以说我大概都是用 政府规定的有机之材来做一个防治 举完说像苦炼油 甚至于那个苦茶破 烟草液或是那个辣椒水 对于没有务农经验的邱亮华来说 无毒的管理方式真的很不好做 巴勒树跟果实都被虫咬得很丑 被虫咬得真的只能说很丑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信心会动摇 会动摇 那慢慢的摸索到方法之后 就可以与它和平共存 那果形又漂亮 然后虫又有得吃 为了与虫共处 邱亮华在巴勒树下 大面积种植新叶水薄荷 很多昆虫不敢靠近 防虫的成效很显著 大概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 那最起码百分之六十七十 应该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因为它的味道 真的很多昆虫它不喜欢 然后加上它的味道 它会吸引一些 那个肉食性的昆虫 像蜘蛛 像那个奇心瓢虫 那会把它们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用天敌对天敌的方式 来控制压抑那个害虫 把害虫降到最低的一个成分 那水薄荷还有一个效果 那个因为它味道比较特殊 所以说很多蛇类 它也不会靠近 所以说我的元气基本上是没有蛇 有这个效果存在 从事农业种植巴勒 将近五年的时间 它陆续上课累积了不少 有机无毒的知识 而且它种植的巴勒品种 又是具有市场区隔性的 水蜜巴勒来讲的话 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因为它的着果率蛮低的 产量比较低 那所以说一般那个专业的农民 它比较不喜欢种这一块 它们还是以珍珠巴勒为主 那水蜜巴勒它本身来讲 它的那个脆度更脆 然后肉质更细 那它本身会带有一种那个 甜味之后的一个 回酸的一个那个味道 就是比较天然的一个味道这样 那所以说客人会比较喜欢 这种天然的味道 水蜜巴勒是水蜜的前身 就是改良过后的叫水蜜巴勒 那它的共同的优点 就是它的脂很少 它的脂大概只占了它整个果实的 5%左右的一个量而已 那我主力是以水蜜巴勒为主 那水蜜巴勒它本身 比较好吃 肉质比较细 然后因为有一些困难度 一般的农夫 专业的农夫比较不想做这一块 那因为我是菜鸟农夫 我选择的这一块比较没有竞争这样 虽然自称是菜鸟农夫 但秋量华很认真朝无毒的种植路线前进 并且尝试使用环保酵素搭配其他菌种 以及有机肥料穿插使用 有一次听到益春老师在讲解环保酵素 那讲解的过程让我觉得说 这个酵素制作简单 而且也方便操作 方便使用 然后自己左手制作之后 它的效果还不错 就是从那一次开始 用一次就掉了 在使用过程 当然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感觉 但是等果实成熟之后 你会发现果实的脆度 那个会更好吃 更脆 然后再来就是它果实成熟之后 巴勒最怕的就是烂果 那烂果的一个比例会降到很低很低这样 这是目前我发现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 口感就是感觉它可以吃到那个巴勒的一个原味 巴勒的味道会有一种天然的味道 会与众不同 雪蜜巴勒果实不大起实心 脆度够又有天然的香甜酸的味道 跟一般珍珠巴勒的口感很不同 而且无独方式栽种 自然它的甜度不是市面上的那种甜 当然这种方式它的缺点就是糖分 没有办法像市面上动辄十几度的那个糖 那个甜度 那大概会接受我这种种植的方式 大概客人都会接受这种水果自然的一个甜度 它天然的一个甜度 不是一直追求甜度就好 它会追求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甜 秋料华无独栽种的方式 让它的巴勒没有所谓的夏季果不好吃的现象发生 反而一整年的生产品质都处于平均状态 它夏天果实膨胀的快 所以说它本身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没有那么扎实 那冬天的话因为它成长速度会慢 所以说它果肉吃起来会有扎实的那种咬劲脆度 但是一般像我们用环保酵素来讲的话 它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说一年四季八乐都好吃的原因在这边 现在一身农服装加上雨鞋的秋亮华 和以前西装笔挺搭上皮鞋的大转变 它坦言虽然有农夫田园梦 但一开始很难适应 以前上班大概是劳省 那现在目前做这一块大概就是劳力 两者的一个落差 那当然这个要亲身去体会才能感受这种的落差 如果不是兴趣之称 以及想要种出无毒水蜜巴勒 让顾客吃得安心 邱亮华深深体会当农夫的劳力辛苦 还好顾客的回购率高达80% 让他的水蜜巴勒功不应求 也支撑他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